大家好,我是Tony 我今天分享的台湾老照片 是1915年出版的 台北市区改足纪念 这本书记录了当时台北城市区改建前后的风貌 我们就先简单回顾一下台北城的历史 清光去元年,台北府成立 北台湾的政治中心从足欠转移至台北 于是开始筹建台北府城 光去十年,台北城完工 这是当时的台北城内 除了政府机构以外 大部分的土地都还是农地 1895年6月,日军进入台北城 台湾进入日本时代 1899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台北城市区改正 引进当时欧洲都市计划的概念 拆除台北城的城墙 进行市区规划与改造 当时日本政府将台北城分为13个街 街并不是指街道 而是行政区域的单位 每个街的区域内包含数个丁木 因为街是指一个区域 所以很难与今日的街道直接对照 例如府中街三丁木、四丁木的街道 是现今的重庆南路 而府中街五丁木、六丁木的街道 则是现今的管前路 所以很容易令人混淆 当时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托亚入欧的思潮 崇尚欧洲进步的都市 因此总督府迎山客技师 规划设计台北城的街屋建筑时 采取当时欧洲流行的古典样式的建筑风格 将台北城打造成一座充满欧洲风情的城市 这项市区改筑工程在大正四年完成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当时台北市区改筑时 所拍摄的台北老照片 这是1915年刚完工的台北厅厅社 是当时市区改筑的代表性建筑 后来在1920年 成为新成立的台北州州厅 就是现在的监察院厅社 国定古迹 这是台北停车厂 台北车站前面的街景旧帽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前面街道街道就是现在的管前路 照片左侧这种建筑 就是著名的台湾铁道饭店 1908年完工 后来毁于1945年5月31日 美军队台北的大空袭 台湾铁道饭店的原子 是新光三月百货台北站前店 这是从府后街二丁目眺望三丁目 是现在的管前路 是现在管前路的中段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现在的管前路 左侧这种建筑物就是后来的华南银行总部 原子位于现今管前路45号 这是府后街三丁目眺望二丁目的方向 是现在的管前路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左侧远处就是华南银行总部 这是从南方眺望台北停车场的方向 大约是现在228和平纪念公园 门口前面向管前路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当时街道的建筑是由总督府祭司统一设计规划 然后再由商家建筑 因此形成统一协调的建筑风格 展现城市美学 这道街道左侧是五五街一丁目 右侧是府前街四丁目 就是现在的衡阳路 街道上的牌坊是急功浩义坊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前面这条马路是衡阳路 右边这栋建筑是现在星巴克重庆门市 原有街道上的急功浩义坊 市区改正时被潜移至新公园内保存 这是从东方眺望西门的方向 这条街道是现在的衡阳路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大约是博爱路与衡阳路的交叉路口 这也是眺望西门的方向 现在的衡阳路 这是五五街一丁目的旧帽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这是从西方眺望五五街一丁目的旧帽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就是现在的衡阳路 这条街道的右侧是府前街 左侧是府中街 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一段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这是府中街昔日淹水的情景 地点大约在现在的重庆南路一段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道路右侧是往台北车站的方向 这是府中街一丁目的旧帽 位置是中校西路与重庆南路一段的路口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重庆南路一段 这条街道的左侧是府前街市丁目 大约是在博爱路重庆南路之间的衡阳路 这是市区改正后的新风帽 这是新公园前眺望府中街市丁目 就是现在228和平纪念公园侧门和阳路的起点 这是府中街三丁目 这是府中街市丁目改族的新建筑 这也是府中街市丁目 在现在的重庆南路衡阳路口 这种建筑西洋玉料理 现在还存在 原为金石堂金石文化广场 现在是The Hype Taipei共享办公室 以上您看到的照片就是1915年出版的台北市区改族纪念 这本书里面的台北老照片 这些老照片的街道名称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这是因为日子时代在1920年以后 又更改了行政区域 台北城内的行政区域 由原本的13个街改为9个亭 亭也念成丁 其中的表亭、本亭、金亭、大和亭、龙亭 是最繁华的商业区 区域内的5条主要街道 经常出现于日子时代的风景明信片 反而成为大家比较熟悉的街道名称 我们就来看看这5条街道 这是表亭通 现在的管前路 这是本亭通 现在的重庆南路 这是京亭通 现在的博爱路 这是大和亭通 现在的盐平南路 这是龙亭通 这是龙亭通 是龙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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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